這樣是一座充滿書院氣息的城市 沿著古城牆邊走 我們帶你前往另外一座 你來到西安不能不去的博物館 就是碑林博物館 而這個碑林博物館是中國 就是收藏保存歷代的這些 碑石、木製最完整 也是最多的一個地方 據傳這個碑林博物館 在以前它是一座孔廟 我們可以看到出整個牌坊 包括這一磚一瓦 甚至一個石頭 都顯得是歷史久遠 走 我們趕緊去看一看 西安碑林位在西安市區文廟的舊址 走進文廟拍訪之後 感覺一片寧靜祥和的氣氛 游人不多比起兵馬俑 這裡需要多一點耐性跟氣氛 來欣賞這些碑石 我們將透過專業的講解員 一起來任序了解這座博物館